大家好 星期二得到 今天是2021年 2月21日 星期一 大家好 年初十了 已經沒有網友跟我們拜年了 新年嚴格來說 過了初七就沒有了 年初七就沒有了 加上我們在海外 所以我們也 不會和大家有任何拜年的跡象 其實 人大了就越來越少去拜年 小孩子的時候就很喜歡拜年 喜歡拜年 絕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來的 小孩子是十歲八歲的時候 有十七八歲已經不想拜的了 因為很多朋友 鄉下在大陸 回鄉拜年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很痛苦的回憶 親戚朋友 你其實是不認得他們是你別人 不懂的 基本上是等於不懂的 但是每年就是要跟他們寒暈 不外乎都是問你學業 做甚麼事 之類的 所以 大陸才有個節目 每逢 街節被逼婚 春晚就說這件事 挺好笑的 問你結婚了沒有 為甚麼還沒娶老婆 為甚麼不帶他 老婆回來 這些問題 所以已經是避了 十幾年沒有回過大陸 沒有回過大陸 總有事會被人 催逼的 我經常都所以所說 你一日未釘 每一件人生大事 就是不斷被追問 直至生腦病死了 所以人真的是好化的 我們 希望 盡量擺脫這些軸勢的枷鎖 現在有個問題 中國就沒有辦法擺脫這個軸勢的枷鎖 因為本來一件事 已經淡忘了 但是 竟然 由中國共產黨親手撻著 這件事 他也是不斷被追問 他也是不斷被追問 問你究竟是怎樣交代 我們之前報導過很多次 中印衝突 中方和印度方 都是有死傷的 但是印度 就是 很光明正大地 將這20個戰鬥英雄 戰死沙場 一定是當英雄 將20個烈士 姓名官階 幾多歲 詳細的 還有照片 每一個 圖文並謀介紹 給他們的國家人民 讓人民知道他們的國家英雄 為了國家 守護他們的領土 而犧牲的 但是 中國人就沒有這份榮耀 甚至 據這個外媒 尤其是俄羅斯媒體引述 中國的解放軍 在那場戰爭中 死了45個 但是共產黨 就不敢報這個數字 因為 他覺得我們死了45個 印度死了20個 我們就打輸了 我們就打輸了 不行 就是為了求勝利 為了求數字字面上勝利 不惜說謊 當有人要 質疑謊話的時候 就變成另一些政治風波 這就是 獨裁者最大的特色 如果不是 就不會讓這件事 持續發酵 本來已經是一件 民眾不太聚焦的事 令到這件事又再次聚焦 香港政府做的事情也很相似 重新聚焦 這件事 這次 不僅如此 而且 還在微博 拘捕了大陸的 稱為大V的網紅 大V的網紅 大到甚麼程度呢 有250萬人 跟隨 追蹤 這個很厲害 二百多萬人 八三十六 八倍左右 八三二十四 不夠八倍 七倍左右 我們現在有三十幾萬人 但是不同 我們香港也有七百萬人 中國有十四億 你除了20才對 所以其實他們不是很多 他們比例比我們少 嚴格來說他們比例不夠我們多 因為香港有七百萬人 我們有三十幾萬 我們有五個巴仙 以中國來說 以人口比例的百分比計 如果只是香港計 比例會高很多 他們的實體數字就比你大很多 我們是接近五個巴仙 因為有七百多萬人 我們有三十幾萬 現在中國的十四億人 如果接近五個巴仙是七千萬 現在只有二百多萬 是遠遠不夠 這個數字的 那麼大地方 他們沒有可能 可以拿五個巴仙 拿五個巴仙是很誇張的 基本上要有幾千萬人 要私浪 才有機會有這樣的訂閱 這次 微博上有個大V 250萬粉絲 筆名叫 辣筆小球 初始以為是辣筆小新 辣筆小球 發微博透露 震亡的人數 不單止只有四個 結果 在20日辣筆小球 被當局 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他本身是南京的 2月20日 南京發布消息 說網民辣筆小球 在微博發布 詆毀 貶選五名中印邊境官員的違法言論 被南京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 真厲害 這個中方又有新發明 新發明就叫做 詆毀英烈罪 哇 這條罪是甚麼時候有的 沒有啊 忽然之間 爆出來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的特色 就是當他認為你做了一件事 他不喜歡的時候 忽然之間 會多了一些新罪名 出來的嘛 香港也是這樣 忽然之間 有人不喜歡 林鄭死泉 加一句說話 就變成煽動罪了 原來是這樣的 那個 詛咒而已 詛咒而已 詛咒你也不准 鵝景橋打小人不准開檔啦 要找人24小時監視的打手 有沒有打林鄭月娥的 如果有的話就要拘捕了 我們要祝福他 祝福他 祝福你長命百衰 大把錢 做手術 做手術 這次呢 做花蕾 換血 洗腎 你覺得害怕我 祝福到你害怕我 我告訴你 你馬來吧 那麼多錢 適合做手術 一個星期做一次 手術要錢的 不然保險 保險大家有沒有留意 不斷推銷你包什麼手術 包多些手術是不是一個祝福 金錢常計 或者林鄭月娥 身為一個 領導人就應該用半價做手術 她不錢就要做兩次 是不是很優惠 Buy one get one free 免費送十個跟相同的手術 相同的部位 不是相同的部位 同一部位開十次 刀也很糟糕 洗腎 洗腎就送完這個洗血 或是去到初十了 說一下這些話 新年流流 想經常說 也許 也許 不要說了 繼續 通波仔 通過五次免費 辣不小求 辣不小求被捕前一天 中央 央視突然公佈了一份烈士鋪揚令 披露了中共士兵在去年6月中印衝突中 一名團長重傷 一名營長和三名士兵死亡 但是 中共拖延了8個月才公佈的傷亡數字 引起輿論質疑 俄羅斯媒體早前已經披露了 在這場衝突之中 中方有45名軍人死亡 俄羅斯媒體說的 是亂的兄弟來的 加吉蘭來的 是外國勢力 什麼時候有反制俄羅斯措施 真是很難 是同志來的 一樣反制 好像跟 斯大林 跟 跟蘇修 跟蘇修 跟克魯曉夫的蘇修 印度軍方 當時公佈有20個印軍死亡 但是中方 一直都遠遠掌握著數字不肯公佈出來 我們看到那時候有些 陣亡的家屬要求追封我們做烈士 印度有這樣的規格 每一個死亡的士兵有名有樣 有官階 為甚麼我們中國人為了守護你的邊境 守護你的神聖領土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 公佈出來 不如說回立不小球說甚麼 立不小球提出了一個質疑 就是質疑過死亡人數 他就叫大家 仔細品 這些 譬如說 犧牲的這四位都是因為刑救 刑救 而立功 連去救人的 都犧牲了 那肯定有 沒被救出來的 說明陣亡人數不僅只有 四個人 很合理的邏輯推理 印度敢於第一時間 公佈 陣亡人數 和名單的原因 就是因為在印度看來 他們 贏了 很合理的邏輯分析 所以他用推測證明印度願意公佈 因為你的傷亡人數 死亡人數 比印度高 他就做了一個質疑 這個是很合理的分析 這個就不是他的罪狀 這個就是質疑 因為他另一段 被人 就被人罵陷了 抹黑英烈 他就說 當中有個保住性命的團長 叫齊法島 最大的 官 團長活下來了 看來這個團長個性是飛將 加脫套 加神機加血路加強運 在此 基礎上外軍 潰不成軍 抱頭逃善 反正我們贏了 現在大陸就是在動他這段說話 他就說他貶損英烈 他就說得沒錯 但其實 怎麼貶損呢 他就說他是飛將 脫套 神機 神機妙算 血路加強 殺出了一條血路出來 有很好的運氣 有哪個字眼 當大陸要動你的時候 就是所有字眼是正面的 他都說你沒有了他 因為大陸 他們每一次 做神的時候都說得很誇張 大家記不記得 中共有一個最出名的叫做橫道鐵索橋 叫做飛奪盧定橋 盧定橋是甚麼的 幾條鐵索 解放軍要爬過去 對面有兩支機關槍掃射 而且 他們只是幾十個人 將人家一個女兒 你知道一個女兒有多少兵力嗎 七千人 他將人家一個女兒 一個武裝女 消滅了 大家想一下有沒有那麼可能 爬鐵索 拿單手拿槍的送射 肯定用了叮噹去發佈 時間停止 站在那邊被射 如果不是也挺難的 還要有竹青亭可以飛過去 爬過去 你的腳都軟了 最後 他們自己也知道自己廣大了 修改了三次 你殺一個女人的人 那就是平民 你也有你搞吧 被你屠殺 你也搞不定 因為會死散 大家只想 聽到你也覺得匪夷所思 他就派出一個烈士 二十多人 消滅了一個女兒 後來慢慢改成團 最後改成形 改了三次 我們說回這件事 這件事最好笑的是甚麼呢 這個立筆小球 他當時一說就被人罰停一年 當初微博關注他的時候 只是輕微地處罰他 停止發言一年 跟Facebook的這個 YouTube的這個也很寬鬆 只停我們七天而已 要多謝他 王恩浩蕩 當你再生農恩 這件事也是最恐怖的 就是當你 跪完的時候被人罰得沒那麼金 然後你會多謝他 這個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開始來的 要多教大家一件事 順便想說 這個帳號 立筆小球 因為他那個人名 其實是要用回自己的姓名 為甚麼呢 因為他這個人本身就是在上海做記者的 做過 經濟觀察部的駐上海記者 他是擁有法律碩士學位 他的名字叫做 裘子明 他的名字是企人變一個九字 香港人會以為是瘦吧 其實是不可以的 因為如果是姓氏 是應該讀裘的 廣東話讀裘 普通話 也是 足球的裘 所以他自己的名字 微博就改為 立不小球 因為他知道讀裘 所以就改為立不小球 沒錯 我們以前也有研究過 為甚麼是瘦呢 明朝有一個 山水畫的 很出名的 就是瘦鷹 大家可以在網上搜尋到的 我們再說回很多字 現在大家都習慣了 有他讀錯 例如希臘 應該讀希臘 就是瘦鷹 就是瘦鷹 已經沒有人理會了 也是有他 還有埃及 也是沒有人理會了 大家都照著埃及 說慣了就算了 但是盛世這件事也不行 祖宗傳下來的 不可以亂改的 發音 都可以的 當然也會因為地域 而有所改變 可能是潮州口音 或是其他的口音 可能是潮州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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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他就 因為 他高調地拘捕他 而且還控告他這條罪 即時撤召了那些人對於這個死亡人數 再次迫問 本來沒事 中共拘捕人 立即令人覺得 原來是 大有玄機 更加印證了 死的人是很多很多很多 說真的 單單從他現在這個 推測 單單從 大陸這個做法 你已經可以知道 他說的才是真相 真實就肯定是 死亡人數就是遠超印度 所以就不能夠公佈 一定要掩蓋這件事 因為他的分析是很正確的 你派人去做突擊隊救人 都死了五個人 那意思是救不成那些人 死了多少個呢 沒有理由 派人去突擊隊 去救 而被救的人 就沒事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整個行動又出錯了 為什麼要派人去突擊隊 突擊隊死了 誰是指揮突擊隊又會有這個問題 重大件事 沒錯 這個是完全不合理的 完全解釋不通的 任何軍事常識都知道 你就是突擊隊救人 你死了五個人 派人去營救 還是救人的人數 首先是少於避救人數 少於避救人數 你才會有這個行動 才會有意思 如果你是一對一的 那就是不值得做的營救行動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基本的 基本常識 一命搏一命沒理由搏 其實 二次大戰 鄧扣克大撤退也是相同的 他要動用4000人 4000人去攻擊德軍 引開的注意力就是要為 鄧扣克要用時間 因為他撤退了30幾萬人 如果你一搏一就不會這樣做 算不算數嘛 完全是自殺式的 所以 在戰場上 是不能不去這樣算的 這件事 人民會繼續追問下去 究竟多少人死了 本來沒有一問 何處惹塵埃 中國是專門做這件事的 這一節我們先說到這裏 拜拜